今天一觉睡醒看到好多人感谢我 没想到我也有能做科普视频的一天 首先这个确实是蓝环章鱼没错 但是蓝环章鱼也是分品种呢 你们草鸭的火锅店这只 跟我现在养的这个蓝环章鱼是同一品种 其外貌特征就是身上的蓝圈非常小 这个品种也是所有蓝环章鱼当中毒性最小的 听说当地渔民还有拿着玩喂鸭子 但是鸭子没凉的 但是有毒就是有毒千万不要吃啊 那可能有人会问了 毒性大的蓝环章鱼长什么样 长这样 视频这只就是我之前养过的 全身遍布巨大的蓝圈特别漂亮 但是这种蓝环章鱼毒性巨大 被咬到的话救护车都不用叫了 能写遗书抓紧写 写慢了可能事都没交代完人就没了 当时我那只蓝环章鱼 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跑干外头去 咋找没找着 直接就给我下半价了 当时住那房子我到现在我没敢往外卖 有我的前车之鉴 我呼吁大家一定就是 看到带蓝圈的章鱼 别碰别摸也别吃 然后还有好多私信问我高温消毒行不行 主费需要等几分钟 郑重声明以下画个知识点啊 蓝环章鱼毒素属河豚毒素 纵所遭之河豚毒素是高温无法分解的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活着不要尝试 如果说过年大家非要吃点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咱们脸盆那么大的帝王蟹 赖进那大龙巷 以上那些东西大家在吃之前 先发过来给我鉴定一下吧 要食物不要图片 图片鉴定是不准的 完了就是它有没有毒能不能吃 我先给你们鉴定一下 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就是这种小事我非常乐意啊 我的眼泪都从嘴角流出来了吗 今天有网友要求实测一下毒性低的蓝环章鱼 毒性强不强 你倒是把我夹子松开啊 拍视频呢大哥 给你不要 他咬的这只螃蟹现在应该已经凉了 哪里奔的 然后把这螃蟹分成三份 分别喂给其他螃蟹 把它们放在黑暗点的地方刺激进食 半个小时螃蟹已经彻底凉透了 还你吧 没想到螃蟹竟然比虫子先凉 我觉得是因为章鱼本身它的捕猎对象 就是螃蟹和虾这种假消耗的动物 它的毒液肯定对这种动物有针对性的奇袖 我们再去看看虫子 所以即便是毒性最小的那个品种的蓝环章鱼 也至少有个蟑螂药级别的毒性 千万别觉得五小时的蟑螂药毒性低 不是蓝环不够毒 还是小强们太强了 哎 他把自己毒死了